人物APP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陈世莲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人物APP 今天节目呢要介绍一位年轻的女化驾傲 名字叫做黄静如 那么她今年才25岁 在日前呢获得了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全球热爱生命奖章 那么静如呢从小就喜欢画画 但是呢因为视神经萎缩的原因哦 让她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 视力突然消失 而她的画笔呢也从此停下 不过呢现在的静如不但参加了各项运动 甚至还曾经运送物资到偏乡去哦 那么也重拾了画笔开了画展 究竟她的成长历程有过什么样的酸甜苦辣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邀请静如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哈喽静如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静如要先恭喜你 得了今年的这个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哦 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要最想要感谢的是谁啊 我就是得到周大观全球热爱生命奖章 我的心情是很开心 然后我其实要感谢的人真的太多了 从我眼睛看不到到现在 一路都有很多人陪伴着我鼓励着我 然后我就是我最感谢的是我爸妈 因为他们我是中途失明的 然后我爸妈因为他们看到我这样子心里很难过 可是他们还是一直不断的鼓励着我陪伴着我到现在 一直从小就这样照顾你照顾到现在了 对 好我们来聊一下你的那个成长的历程哦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那个视力出了问题啊 当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 应该是说我的眼睛状况是 我自己发现的是在小五的时候 可是在小六时候才进大医院检查 小五的时候就是在某一天睡觉起来的时候 我的右眼就团黑掉了 然后我以为那只是可能眼睛红肿之类的 然后有拜托妈妈带我去看医生 然后有问医生说 我的眼睛右眼怎么都是黑的 她说那个点点药水就没事了 然后就在一拖拖到小六的时候 在某一天不小心从楼梯间摔了下来 然后妈妈以为可能我年纪还小 所以就带我去眼镜行配眼镜 然后是眼镜行的老板说 我的眼睛有点问题 我们不敢配眼镜给你 那建议你去大医院检查 检查出来才知道是青光眼加视整经萎缩 哦哦是哦 小时候是以为这个细菌感染 然后点一点药水就好了嘛 对 然后没想到是到这个小六的时候 再去检查才知道说 这个眼睛真的是出了问题了 对 不过我看到资料好像是说 你原本这个眼睛这个部分还是 本来是来得及救治是不是 不过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 才造成你现在这个视力的问题啊 哦那时候因为在小五的时候 都有去家里布定的诊所看 然后他们都误判 然后拖了两年 因为刚好在小六的时候去大医院检查 那个医生说你拖了两年 刚好我推算回去 就是我小五的时候自己发现了 那时候已经错过方经时期了 嗯嗯嗯嗯 哦所以你目前的状况是右眼 两眼都看不到吗 我现在目前的状况是右眼 已经是完全全盲 是 左眼的花生下 因为我听光眼所以有视神经萎缩 变成导致视野狭窄 就中间的范围可以看得到 比较清楚一点点还是可是还是很模糊 哦哦哦右眼是完全看不到 然后左眼是看东西比较模糊一点点 对哦是好我们来谈一下你这个求学的经验哦 你在古小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 你可不可以谈一下你那时候在小学的生活是怎么样 你快乐吗 呃并不快乐 就在小学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发现我眼睛看不太清楚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状况 然后班上同学就以为 因为我走起路来因为看不太清楚 所以会有一些举动会让他们觉得怪怪的 是 然后可是他们认为说是我从容有问题 嗯嗯嗯嗯 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 因为我还蛮喜欢去帮助别人的 然后常常就是会去帮助低年级的老师 他们跑跑公文 就是协助他们跟小朋友一起互动 是 然后有一次在路上 呃就是好像在帮老师跑公文 嗯嗯 然后遇到我们导师 他就问我说你要去哪里 我说哦没有我要去帮那个低年级的导师做一些事情 嗯嗯嗯 然后就回教室 然后就刚好上数学课 我就老师派我上去算数学 算完之后下来 在检查一次发现有一个地方算错 我就上去 准备拿板插起来的时候 就被老师打了一顿 嗯嗯嗯嗯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要打我 然后打了我之后就跟同学讲说 静如在那边走来走去 就像一个游魂一样 从此以后搭上同学都叫我游魂 哦就给你取了这个绰号这样子哦 对 是 所以你小学的时候是不是都受到这个很多的排挤吗 是不是 对因为是我的 其实实际上是我的眼睛状况有点出问题 可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认为是我的脑袋有问题 嗯哼哼哼 我看到资料好像说你那时候走路的时候 因为可能看不太清楚 所以走路会有点比较飘嘛对不对 对 对所以班上同学就觉得好像你这个跟你比较疏远嘛对不对 对 那你可以谈一下就是说你知道那个我们检查过后 就是说知道这个施力出了问题之后 你当时候心里的想法是怎么样 你那时候打击很大吗 我那时候打击超大 因为我是从一个名言人转变成为市长 然后心里是非常无法接受 因为我觉得彩色世界就在在我小六的时候即将结束 变黑白了 那你升上国中之后呢状况有比较改善吗 就学校生活的状况 没有因为国中的时候那间学校是 全校只有我一个市长 所以对于市长的一些资源比较不太专业 所以在课堂上我都是被老师放置在旁边 可能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在学校我是一天可以算得出来 我讲不到两句话 是 所以你在那边是很封闭自己是不是 在国中的时候 是我看到的资料好像是说你那时候也转到资源班是不是 对我转到资源班 我在国一下的时候转到资源班 因为在班上的那个课业的进度比较快 所以我因为演技的关系比较学习速度比较缓慢 所以就是进了资源班之后 它也是上的课程也是跟班上一样 只是比较速度比较缓慢以我的状况做调整 是 那你那时候国中的时候 你可能私立出了问题 那你在科业的那个学习上面 你是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有同学或者是那个爸爸妈妈有来帮助你吗 在国中的部分 刚好就是资源班的老师 就是会把就是每个单元的比较重要的先额外再出一份作业给我 然后把肢体放大 然后这样子去学习 老师还是会协助你了 对 是那同学部分呢 比如说你可能平常你可能还是需要上厕所 或者是你可能要去这个合作社买一点东西 这个怎么办 这个我都是 因为班上同学就是不太不太了解我的状况 有时候请他们帮我的时候也不太愿意 所以基本上我如果一出去 我就不会再回来教室了 就可能进辅导室请老师协助 是 你就直接找辅导老师帮忙 就是看你有什么需求这样子 对 是 不过我看到就是说 你确定你自己这个眼睛看不到之后 那个父母亲好像试着帮你找一些资源来协助你 比如说 我知道他们有去找一些教定向的老师 或者是甚至要你拿手杖去协助你这个走路 你那时候能够接受做这些事情吗 其实那个像定向课这些资源 爸爸妈妈他们完全不了解 所以是由老师去安排的 其实我国二的时候 然后有徐慧辅导老师有拿手杖给我试试看 嗯哼 然后叫我就是带回家去练习 嗯哼 然后我有一次拿给我妈妈看 我妈妈就说干嘛用那个收起来 是 因为妈妈也是 但是我主要是都是妈妈在照顾我 妈妈那时候我看到她的反应 其实很不愿意接受我拿起手杖 是 然后我的部分的话我也很不愿意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让人家知道我是眼睛看不到 因为我外表长相真的完全看不出来我是一个视障 所以常常拿手杖出去的时候 都会被人家觉得说我是在玩弄人家 当时候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对 然后是到了国三的时候 刚好有那个定向老师 嗯哼 正式的进入我们学校来教导我 然后那时候也是 他用了很多方式在逼我拿起手杖 他就跟我讲说没有人能帮你一辈子 能帮你一辈子的是你自己 如果你现在不踏出来 那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踏出来 嗯哼哼哼 也是接受很多挑战才慢慢的接受说 我真的眼睛看不到 应该拿起手杖了 是哦你这样子过程也好几年 从国小到国中 一直到大概国三的时候才接受这个事实嘛 对 对 不过呢我知道你这个 虽然这个成长的过程呢 你刚刚提到的国小跟国中 可能就是你自己比较封闭 那可能同学也会排挤你 不过你自己也上了这个高中 是就读这个齐民学校 齐民学校 对但是呢我知道你在这一段时间 好像让你想通了很多事情嘛 对不对 你可以谈一下你在这一段的这个 齐民学校就读这段时间哦 你大概那时候是做了哪些决定 然后你是怎么想你自己未来的生活 其实那时候我国中就觉得说 眼睛看不到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嘛 然后直到了进了高中之后 因为那些齐民学校是专门收视这样的一所特殊学校 然后我也很开心也很荣幸 刚好在进齐民学校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他那时候当去运组长 然后他有给我很多的舞台的机会 一进去的时候给我当司仪 然后又当半年会主席总统的干部 还有一些让我有机会去主持活动 然后其实在这些活动当中 其实老师不会因为我的眼睛关系而觉得说 你眼睛看不到所以不能做 他也是会让我去尝试 然后每次东西丢给我的时候就说 静如我要什么 你明天要给我什么 然后在这些过程当中 其实我学习到 其实真的眼睛看不到真的不是问题 只是有没有花多一点心思去想要怎么完成我现在眼前的困难 这个老师就鼓励你去做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嘛 对 所以你在这段时间你刚刚提到除了这个当司仪 当这个半年会主席一下 好像你也这个参加很多运动对不对 对我也参加很多运动 像这个跑步啊门球比赛等等的 总归来讲在齐民学校这段时间让你这个成长很多了 那你直接改变了你自己对未来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嘛 对 不过呢我很好奇啊 就是说你这个 你现在就读的是彰化的大业大学嘛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你自己在高中毕业之后 怎么会决定一个人到这个彰化的大业大学读书 你家里好像是在台北嘛 你可以谈一下说你那时候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你这个父母亲不会反对吗 其实那时候妈妈很反对 有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妈说 妈妈我要念大学 你家要念哪里比较好 你当然是念家里附近啊念福大 我说可是成绩我没有办法做决定啊 然后其实我偷偷就自己报名到那个新本市外的学校 因为我觉得在家里妈妈让上班也很辛苦 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 我是开行老大 是 那妈妈最不放心的就是我 我觉得我该独立了 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就是南下到彰化大业大学就读 那那个彰化大业大学他们有专门对这个市长学生有做一些资源上面的协助吗 一看开始老师会安排可能是学长者或是同学来协助我的生活跟课 课业还有带我去教室的部分 然后其实慢慢的他也是会安排定向老师进来协助我去熟悉整个校园的环境 然后慢慢之后呢就是在试的部分还有去教室的部分就是变成自己独立过去了 是 对 一开始就是有这个同学来帮忙你去做这些生活上的一些起居照顾 然后之后等你慢慢熟了之后 你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去这个课堂上课了 对 然后甚至去这个外面买东西也可以吗 对 然后也是现在就是已经熟到连就是火车站附近的商店都都会自己过去前往 然后也那边的店家也跟我很熟了 是 这个可能听众朋友比较不了解了 就是说他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定向老师 就是说在你们的这个脑海里面好像画了一张地图对不对 对就是在你在我们脑海里面建立一个心理地图 教导我们使用手这样的技巧 对 就是靠这个记忆力去比如说你要到哪个地方去 然后就照着你的心理的地图 对 自己可以这样子去外面的行走 对 是 那我也看到就是说你自己在这个大学大学里面 当然有很多这个同学甚至学长姐的这个协助 让你这样子熟悉的这个当地的环境 不过我看到您自己在这个大学里面您参与了很多活动 就是说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你现在是就读什么系 我现在就读休闲事业管理学系 好休闲事业管理学系 那您自己 我看到您自己还有这个去体验泛舟嘛 对 还有办营对 运送物资到偏乡 甚至还有一些艺术创作等等 你这样子做了很多这个跟这个 你自己所学相关的一些事情 不过呢我自己很好奇 就是说您自己在这个学习上面的话 比如说课堂上面你怎么样抄笔记 你怎么样去就是说读书 你怎么样解决这些科业上的问题 在科业部分呢我在抄笔记 我是会在上课的时候全程录音 然后在老师 因为老师多少 老师上课都是用PPT 那我会事先跟老师要PPT的档案 转成电子档之后 带着我的 就是 我基本上在课堂上我是不会使用电脑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专心听才比较重要 所以我就会全程录音 然后电子档的部分 我会先事先跟老师要好之后 先在宿舍用我的电脑去进行预习 然后事后呢就是会再复习 然后在撰写报告的部分呢 我会先在电脑上的记事本打草稿 打写完之后再请学长前或是同学 帮我做挑选措置跟并排版 所以你大部分都是靠这个听力部分去记忆 这个课堂上的一些课程 对 是 不过我看到这个资料 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 你当然 这个因为自己就读这个学系的关系 你体验了很多这个户外的一些活动 那我也知道你自己好像喜欢有这个缝布娃娃嘛 那你这个运动你也有参加过 就是赛跑 甚至还有去走钢索对不对 对 不过呢我最好奇的是说你开过画展 你谈一下你小时候就很喜欢画画吗 其实我坦白说我比较不擅长画画 是 那我会画画是因为那时候 国中的时候被老师放任在旁边 就拿起笔然后在课本上涂鸭 嗯哼 对 然后会开画展 那是因为那个周大观文教集新会的周爸爸 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给我一个挑战 嗯哼 所以就是借由这个机会 才把我再看得到那时候的画面 用水彩或是广告颜料 把它用脑海中的记忆画出来 嗯哼哼哼 你是靠记忆去画出你想像的这个图案就对了 对 那你怎么样去这个在那个纸上做画呢 是透过触摸吗还是 一刚开始的时候我接受这个周爸爸的 就是希望我画画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想破头 因为像我第一次我第一幅画是丑小鸭 嗯哼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完蛋了 丑小鸭要怎么画成像名人才知道说 嗯让一下我是丑小鸭 所以我就拿了那个靠了很多符具 例如像丑小鸭的屁股就是 有点像两脚肌那种扮圆形那样 哦是 我就瞄着扮圆形 然后再画慢慢地画出丑小鸭 嗯嗯嗯嗯嗯 然後直到画了几幅之後 学校老师就说 你这样子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把那些符具叫我把它拿下来 嗯嗯 cane 抛开 然后拿着笔 直接大胆地画 然后画错沒關係 然後其實那個紙張是乾的 然後廣告顏料或是水彩顏料或是蠟筆都有點濕度 所以我就會靠著觸摸的方式來進行我的畫畫 就是靠著這個雙手的觸摸 然後去描繪出你想要畫的圖案的那個形狀 對 但是那個像那個顏色呢 顏色跟形狀你那怎麼畫 顏色部分的話是 就是以我的腦海中的印象的顏色下去調色 然後我的習慣就是對於我身邊的東西 我都會做上點字 所以我那些水彩顏料廣告顏料蠟筆那些我都有貼上點字 摸一下就知道是什麼顏色就對了 對對對 是喔就剛剛靖如講的 其實它是因為這個中途失明的關係 所以它對於這個一些形狀跟色彩都還有印象 所以你在做畫的時候就會先在腦海裡面構圖 然後畫出形狀 然後之後再去拿你要的蠟筆 或者是原料去把它塗上顏色嘛 對不對 對 那你這個 你目前這樣子在這個大一大學是就讀這個研究所嘛 對不對 我知道你好像今年也快畢業了對不對 對 今年要畢業 可是我預計 因為我的規 我現在目前的規劃是先把研究所的課先修完 因為研究所的課跟大學的課又有挑戰性 會比大學還要難很多 所以我現在預計就是 我現在目標就是先把研究所的課程全部修完之後 再好好的專心寫論文 是 那你自己未來計劃呢 有沒有打算往哪邊發展 我未來打算計劃 我原本其實是想要念幼教的 嗯 然後因為考不上幼教 所以去找我第二個專團就是帶活動 對財經的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然後就是研究所的課告一段落之後 我還想要去修特教的教育學程 是 因為我比較喜歡就是帶小朋友 然後會想要修特教學程是想說 我想要藉由我的生命的故事 然後鼓勵我就是像我一樣眼睛不方便的學生 就是教導他們一些方式 不要因為先天上的缺陷而放棄自己的目標 想要當這個一名特教老師了 對 好 那麼今天在節目當中呢 我們邀請的是這個 今年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全球熱愛生命獎章的得獎者之一 黃靖如 那麼靖如呢 從小是因為視神經萎縮的原因 那在小學的時候呢 視力突然消失 不過呢她卻從不放棄自己 反而更勇敢地面對她的生命 不僅參加各項運動 參加演講 甚至還拿起了畫筆開了畫展 很正面看待她的生活 那麼也希望她的故事呢 能帶給各位聽眾朋友 有不一樣的反思 那麼今天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再次謝謝靖如 跟我們分享她的故事 那麼也祝福靖如 未來一切順利 早一點完成這個特教老師的夢想 謝謝靖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